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学习 计算机的层次与编程语言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 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需要理解 什么是程序翻译 什么是程序解析 接着是第二个部分 那么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真正的去理解 计算机的层次 以及相关的编程语言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程序翻译与程序解析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为什么需要程序翻译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程序解析呢 需要进行程序翻译 或者说需要进行程序解析 一个最简单的诉求就是 我们的人类语言和这个 计算机语言 他们是互不相通的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对于人类语言 比如说我是东东腔老师 I am东东腔teacher 那么计算机它是不能理解 你们这里面 人类的语言的 在计算机里面呢 它只能理解0101这样的比特位 所以我们才需要进行程序翻译 或者说进行程序解析 把人类语言翻译成 或者是解析成 计算机所能理解的语言 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进行程序翻译 或者说需要进行程序解析的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需要进行语言之间的转换 那么这个程序翻译 与这个程序解析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那么为了分辨什么是程序翻译 什么是程序解析 我们需要有两个语言的帮助 一个语言是 最为高级的计算机语言 我们称之为L1 以及一个最为低级的计算机语言 我们在这里称之为L0 我们接下来将会使用这两个语言 作为例子来理解 什么是程序翻译 什么是程序解析 首先我们来看 什么是程序翻译 什么是程序翻译 举一个例子 这里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理解 什么是程序翻译 假设在这里面呢 我们使用这个较为高级的计算机语言 L1来进行程序的描述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L1来编写程序 那么这一个由L1所编写 剩下的程序 它是怎么执行的呢 当然了 它不是直接执行的 而是在执行的时候 生成一个逻辑等价的 由低级语言 L0组成的程序 那么这个L0是计算机实际执行的语言 那么从L1生成L0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称之为程序翻译 而这个生成的东西呢 就称之为编译器 这么整一个过程呢 就是程序翻译的过程 可能在这里面 直接的通过这个例子去理解 程序翻译 还是比较难理解的 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 什么是程序解析 然后对比着来理解这里面的两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程序解析呢 我们还是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 什么是程序解析 同样的我们使用这个 较为高级的接触器语言L1 来进行程序的逻辑描述 那么这个L1所组成的程序 需要执行的时候 它是怎么执行的呢 为了执行这个L1 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L0语言 实现另外一个程序 然后这个程序呢 它把L1程序作为输入 而进行执行 每一个L1的语句 都会在L0里面 进行等价的一个逻辑的转换 也就是说 每一句L1的程序 它都会在这个L0语言所实现的程序里面 进行等价的转换 然后执行 那么这一个就是程序的解析 而这个使用L0语言 实现的另外一个程序 我们就称之为解析器 好的 了解了什么是程序解析 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 什么是程序翻译 那么这个呢 是程序翻译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程序翻译 它是由L1直接的生成L0的 这个生成的过程 我们是使用这个编译器来生成的 再来看程序解析 程序解析呢 它并不是由L1直接生成L0来执行的 而是使用L0语言实现另外一个程序 把L1的程序语句作为输入来进行执行的 在这个L0所实现的程序里面 每一句L1的语句都会转换成对应的L0的语句来进行执行 那么这个就是程序的解析 而这里面涉及的就是程序的解析器 接下来 简单的总结 程序翻译与程序解析 首先第一点 对于前面的两个例子而言 计算机所执行的指令都是L0 然后是第二点 就是程序翻译的过程 它生成了新的L0程序 而程序解析的过程呢 它并不生成新的L0程序 对于程序解析 它永远都是把L1程序作为输入 然后转化为相关的执行逻辑进行执行的 第三点就是解析的过程 由L0编写的解析器去解析L1的程序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程序翻译与程序解析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理解了什么是程序翻译 什么是程序解析 我们来回想一下 我们200多种编程语言里面 哪些常见的语言是属于翻译型的语言 哪一些是属于解析型的语言呢 首先我们来看 翻译型的主要有C,C++,Object C 这个OC主要是用于编写苹果程序的 还有Golan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翻译型的语言 那么哪些是属于解析型的语言呢 主要有Python Python是非常常见的解析型语言了 PHP 以及JavaScript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解析型的语言 这里面列举了翻译型的语言 以及解析型的语言 那么对于常见的我们还有Java和C++ 那么这两种语言它们是属于哪一种呢 其实严格的来说 它们既不属于翻译型的语言 也不属于解析型的语言 怎么理解呢 它们是属于翻译加解析型的语言 翻译加解析 怎么理解呢 在这里面我们以Java的例子来理解 什么是翻译加解析型的语言 对于一个Java程序 它要执行的时候 首先会编译成为JVM的字节码 这里面的编译也就是我们所指的程序翻译 接着JVM的字节码还会解析成为机器码 而进行执行 在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JVM虚拟机 那么这个JVM虚拟机呢 就是Java语言所特有的一个虚拟机 我们平时在编写Java代码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JVM虚拟机的上层来进行编写的 所以说如果不是严格的定义的话 Java或者说C-Shop 它都是属于翻译型的语言 好的 在这里面我们理解了 什么是程序翻译 什么是程序解析 那么接下来进入这节课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计算机的层次与编程语言 计算机的层次与编程语言 如果按层次去划分计算机系统的话 我们大致的可以把它划分为七个层次 首先是这个硬件逻辑层 接着是这个微程序机器层 接着是这个传统机器层 然后到了我们的插作系统层 汇编语言层 高级语言层 以及应用层 那么在这里面 传统机器加微程序机器 以及硬件逻辑这三层呢 都是属于实际机器的这一个层面 也就是跟物理设备直接相关的 而这个应用层 高级语言层 汇编语言层 和操作系统层呢 它是属于虚拟机器的层面的 在这里面虚拟机器呢 还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高级语言 汇编语言和操作系统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系统软件 而应用层呢 主要是一些应用软件 那么这样子的划分 就是按照层次来划分 计算机的整一个体系的 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 每一个层次 它大概的有哪些内容 我们从底往上来介绍每一层 首先是第一层 硬件逻辑层 那么硬件逻辑层呢 它主要是由一些门电路 或者是由触发器等逻辑电路所组成的 它们严格的来说 属于电子工程的领域 不是属于装置机的领域 因此在这里面 我们就不再展开了 接着是第二个层面 微程序机器层 那么在这一层呢 编程语言主要是微指令集 由微指令所组成的微程序 直接的交由硬件执行 那么这一层我们了解的并不多 主要是由一些生产硬件部门 或者说生产硬件的公司的 程序员来进行编写的 接着是传统机器层 在这一层 编程语言主要是CPU指令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机器指令 那么在这一层里面 程序员所用机器指令编写的程序 可以交由微程序直接进行解析 而这里面所提到的指令集 存储在CPU的内部 对CPU的运算进行指导和优化的硬程序 又有指令集 CPU就可以有效的运行 那么这层的变成语言 它是跟硬件直接相关的 怎么理解呢 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CPU的制造商 可以分为Intel和AMD两大阵营 那么这两个厂商所生产的CPU 这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指令系统不一样 也就是Intel的CPU 它所使用的指令集 不适合AMD的CPU 同样的AMD的CPU指令集 也不适合Intel 除了不同厂商以外 同一个厂商也可以生产不同指令集的CPU 比如说X86 X86-64 它们之间也是不能相互兼容的 所以在这一层 不同架构的CPU 使用的都是不同的CPU指令集 而CPU指令集 存储在CPU的内部 好的 在这一层之后 我们先来缓一缓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提到了好几个概念 有这个微指令 微程序 以及这个机器指令 那么它们之间什么关系呢 简单的来说 一条机器指令 它对应着一个微程序 一个微程序 它对应着一组微指令 也就是说 微程序和机器指令 它们之间是相等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相等 而这个微程序呢 它是大于微指令的 好的 那么这里面 这里的概念 大家需要理解 需要记住一下 接下来就是操作系统层了 操作系统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从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来看 操作系统一方面 线上给用户提供了简易的操作界面 使得用户可以容易的操作计算机 同时操作系统线下 需要对接指令系统 管理意见的资源 操作系统对用户程序 所使用机器的各种资源 进行管理和分配 包括CPU 操作系统等等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当一个用户的程序需要运行的时候 首先由操作系统将其调用内存当中 这其中就需要操作系统为其分配内存空间来进行存储 再比如说某一个程序需要使用某一个输出设备进行结果输出的时候 也是需要操作系统为其提供该设备的控制权等等的 由此可见 操作系统它是位于软件和硬件之间的一个适配层 操作系统层的下一层就是这个汇编语言层了 汇编语言层顾名思义 编程的语言就是汇编语言 那么汇编语言跟这个硬件架构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汇编语言可以翻译成可直接执行的机器语言 完成这个翻译的过程的就是汇编器 从这一层开始他们所使用的汇编语言 都是人类比较容易理解的汇编语言了 这里面举一个汇编语言的例子 那么这一个就是汇编语言的程序例子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类可以理解的一个单词 比如说这里面的push以及move 那么这里面的push其实就是把一个数据或者说一个指令 放到推章里面去 而这个move就是把数据或者是指令 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汇编语言的例子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在这里面涉及了一些意义单词的原因 汇编语言之上就是gaz语言了 gaz语言辑语言就是为广大程序员所接受的gaz语言 总类非常多有200多种 常见的gaz语言有python java cc++ 勾量等等 那么这些语言都是为我们大众所接受的 变成语言 最后是这个应用层 应用层其实不能算是语言了 那么在这里面主要是一些满足计算机 针对某种用途而设计的一些应用 在这里面就包括了Word Excel和Office 这三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层的软件 那么在这里面呢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面向问题的应用语言 接着我们来简单的来回顾这里面的几个层面 首先是硬件逻辑层 那么硬件逻辑层呢 它是属于电子工程领域的 接着是这个微程序机器层 微程序机器层的编程语言是 微程序机令集 接着是传统机器层 接着是操作系统层 汇变语言层 高级语言层 以及这个应用层 那么在这里面呢 大家需要记住的一个就是 这里面的分层的目的是便于理解 它的分层并不是固定式的 今天的软件可能变成明天的硬件 最后来简单的来回顾 这一集课的主要内容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程序翻译 与程序解析 那么在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需要理解这两个重要的概念 接着是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计算机的层次 与编程语言 在这里面 我们把计算机的体系 划分为七个层次 一一进行理解 好的 那么这几个内容就到这里了